我今年40岁 工资高达3,800 但从收入上来说 已经无限接近于财富自由了 像你这种钻石老老五 应该很多女孩追你吗 不多 也就二三十个 每天 哇 这么多 没挑到合适的吗 我不喜欢五只女孩 但不得不说 大部分女孩子追求我 都是因为我高达3,800的工资 她们都想嫁给我之后 一辈子躺平 做个豪门富太太 不得不说 我个人还是有很强的魅力 但是很不行 她们都是从着我的钱来的 那你从小到大都没有交过女朋友 谈过一个 后来分了 什么原因 她觉得我的生活数字浪费程度 超出了她的成熟极限 比如呢 每天早餐油条豆浆敞开她吃 接假日还加个海鲜 哇 这么好 什么海鲜 紫菜汤 每个月还下两次馆子 这个她都能忍 但是我一些公共场所的宣服行为 她接受不了 哪些行为 喝酸奶竟然不甜瓶干 吃泡面 放量更不过气的火腿肠 一个菜一旦 两口就吞完了 一眼都不眨一下 热天电风上开到二档 打火器点烟 火苗开到最大 你不是不愁烟吗 给别人点烟 我已经处处刻意低调了 只怪那天刮台风 但是一个月三千八的工资 不是你想低调就能低调的呀 你就像黑乱中的萤火虫一样 自带光芒 无法隐藏 这就是她离开你的原因 她说她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孩 我这种举重若倾不落痕迹的悬浮 令她非常愤怒 她说和我在一起 门不当户不对 后来她选择了一个普通人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很可惜 她是我唯一一个遇到不贪妇和钱财的人 好女孩多的是你会找到的 我已经绝望了 三千八的工资 吃裸裸地暴露了我的身份了 普通女孩已经对我不敢有非分之想 现在陪着上我的 只有那些异显女明星和顶级网红了 好消息是 已经有几个向我暗松了情报 那像我们这种普通女孩 就没有机会追求你了吗 你们就祝福我吧